能从底层杀出来的狠人往往有五个原则,无人能挡,我们一起来听。 原则一,资源抢夺。 这个社会上的资源是有限的,要想从底层杀出重围,你就不能太谦卑礼让。 如果你注意观察,应该就不难发现,能从底层杀出来的狠人,多少都是有一些匪弃的。 什么是匪弃? 就是指他们敢于抢夺资源。 当然,他们也有谦卑礼让的时候,但即便谦卑礼让,也只是为了给自己树立一个好的形象,以便在机会到来时抢夺到更大的资源和利益。 所以要想底层突围,你必须觉醒抢夺资源的认知,千万别当老好人,烂好人。 原则二,忘掉宫廷,优胜劣汰,弱肉强食。 要想底层突围,就得认知觉醒,忘掉公平,不再追求公平,只是追求不断地让自己变强。 即便是遭遇不公平的事情,也别去责怪和埋怨不公平,从自己身上反省原因,弥补自身缺陷,发挥自身优势,不断提升自身实力。 原则三,操练顿感,别太过敏感,不要因为别人一句无意的话,就让自己难受半天,稍微遇到点,不顺就心灰意冷,遇到点欲望的诱惑,就想发泄自己的快感。 相反,能从底层杀出来的狠人都操练出了非常强的顿感力,受再多的嘲笑,吃再多的苦都不会到。 相反一回事,而且非常懂得延迟满足,原则四,脱离兽性。 从进化论的角度讲,人只是进化到比较高级的动物,是动物就有兽性的,而作为人,兽性越少,活得就越高级,可事实上,无法从底层突围的人,身上的兽性往往比较严重。 比如容易懒惰,愤怒,冲动,嫉妒,贪婪等。 能抑制乃至脱离兽性,外界有法律,而自身则靠的是自律,原则五,核心决策。 人这一辈子,80%的财富都取决于20%正确的决策,这就是二八法则。 一个人能不能从底层杀出来,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他在重大事件上能否做对决策,比如做对了工作。 找对了爱人,跟对了贵人,还有最具说服力的一件事,那就是买对了房。 可事实上,大部分底层的人是缺乏决策能力的,他们分不清事情的优先等级,过得是浑浑噩噩, 把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都浪费在没有什么意义的事情上, 但面对真正会影响人生的决策上,却显得很草率,想一出是一出。 寓书房,陪你一起学习,一起成功,加油!